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离开母亲和金主 重新活出了自己的模样 这个可怜可爱可敬的女子 就是演员蔡绍芬 众死周知 娱乐圈里有一位大佬 生平最喜欢收集美女 她的情人遍布娱乐圈 而且她出手阔绰 这也是女明星对她去之若鹜的原因 这个人就是刘兰雄 然而跟她交往的女明星中 有一个人却独兽专宠六年 而且是唯一一位 让保永琴夸赞的小三 这个人就是蔡绍芬 保永琴之所以会对她例外 原因在于蔡绍芬的经历 让人觉得太可怜了 可怜到让这位曾经的正式太太 对她恨不起来 那么蔡绍芬为什么会跟刘兰雄 走到一起呢 这就不得不提她那一位 适度如命的母亲了 蔡绍芬童年过得很苦 父母离婚后 她跟着母亲一起过 或许是因为单身太久了 没有感情寄托的母亲 喜欢上了打牌 周年女人喜欢打牌的不少 但是像她那样 适度如命的却少见 因为欠了不少外债 蔡绍芬为了替母还债 只好一边打工一边读书 只可惜她赚钱的速度 永远追不上母亲欠债的速度 15岁那年 蔡绍芬听说 TVB在举办超模大赛 听说夺得名气 会有不少奖金拿 蔡绍芬急忙地报了名 但中医年龄太小 没能获得参加的资格 17岁那年 各方面的条件都合适了 迫于家庭的经济压力 蔡绍芬又参加了香港小姐的比赛 虽然只拿到了季军的成绩 西班宇 郭爱明和周嘉玲 但是呢 她依然拿到了娱乐圈的入场券 成为TVB旗向的监约艺人 成为TVB的艺人后 蔡绍芬的运气还算不错 在接盘了几部电视剧之后 也开始渐渐地小有名气 赚的片酬呢 也比做新人的时候多了不少 原本以为成为明星 赚的钱可以帮母亲 还掉债务了 没曾想 谈心不足的母亲 却越来越变本加厉 以为有了明星女儿做金主 自己就各家肆无忌惮地 在外面豪赌了 排气贪婪 人品不佳的母亲 如同心血虫一般地 附在蔡绍芬的身上 而此时此刻 娱乐圈大佬刘兰雄 却注意到了蔡绍芬 为了得到蔡绍芬 刘兰雄派手下查了蔡绍芬的点 知道她有一个好赌的母亲 后就联系到了她 对她直白地说了 我非常喜欢你的女儿 想跟她做朋友 你能帮我联系一下她吗 蔡绍芬的母亲 见钱眼开 直到搭上了刘兰雄 以后就可以裹上 灰烬如土的日子了 于是她的一番 威逼利用之下 蔡绍芬只好跟刘兰雄交往 成了她众多女朋友中的一个 不过呢 因为她跟那些拜金的 女明星不一样 她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再加上她的身世可怜 刘兰雄对她 也是相当的宠爱怜惜的 两人骄傲没过多久 恰逢蔡绍芬18岁成人李 比她大22岁的刘兰雄 就像她的家长一样 不仅给她花了几百万 而且洗开50多桌 为她竞生 无论是李子还是面子 都给足了她 众所周知 刘兰雄特别喜欢女友房子 这个习惯呢 从来没有变过 虽然她偏爱李嘉欣 但是她送给蔡绍芬的礼物 才是所有女朋友当中最多的 除了宠爱 或许还有一份怜悯的情绪在其中吧 那么她送给蔡绍芬哪些好礼呢 比如黄埔花园的两套房子 比佛丽山连天台的房子等等 仅仅这些房产呢 总价值就已经高达1亿 5800万了 而且还没有算是要送给她的珠宝首饰等等 另外刘兰雄还帮蔡绍芬的母亲 前前后后还了不少赌债 加在一起也有8000多万了 刘兰雄对蔡绍芬的好 虽然让当时的正牌夫人保永勤 感到有些酸酸的 但是对于这位身世可怜的小三 她却说啥也恨不起来 为啥呢 就是因为蔡绍芬原本就是被迫的 所以她不争不抢 安分守己的 做着有名无分的情人 只为了能够替母还债 不过这样的生活 毕竟不是长久之际 这样的生活过了6年之后 蔡绍芬烦然醒悟了 因为她发觉 自己是永远也恬不平 母亲的欲望与贪婪的 她就是一个无底洞 所以想通之后 她跟母亲断绝的关系 同时也跟刘兰雄划清了界限 不过对于身世可怜的女子 尤其是曾经做过自己的女人 男人不仅有一份旧情难舍 还会有一种想保护她的心理 虽然两个人分手了 但是刘兰雄在听说 她为替母亲还债 还卖了名下的房产时 再次出手相处 帮她的母亲还了不少外债 对于美食家来说 只吃一种口味的食物 难免单调 所以就会想尝试一下 其他的口味 风流的男人也是如此 或许是圈里的女明星吃腻了 刘兰雄后来又换了一个圈子 寻找立业目标 当时绿政界有一位俏家人 她就是王颖渝 她虽然颜值比不过大流的历届女友 但是家境却是所有人当中最好的 她出身于绿政世家 父亲是香港绿政界 非常有声望的大法官 王建秋 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23岁那年 王颖渝也非常轻松地 拿到了英国和香港的律师 从业资格证 有了这样静观闪闪的学历证明 王颖渝的职场之路自然地步步高升的 她先是在朋友的推荐下 进入了刘兰雄的怀孕之夜 后来又在大流的赏识之下 成为了她的私人助理 这个职务可是既主外又主内的 不仅要帮助老板处理外围事务 家务事也是要帮一把手的 男女之间经常接触 日久生情是很正常的 虽然王颖渝长得不怎么样 但是她干练精明的职场白领气质 还是相当出众的 就这样颜值不够啊 胜在气质的她 也让大流对她青睐有加 成为了她后花园当中 别墅一致的一朵花 凭借着自己的精明能干 她被刘兰雄提拔为还人之夜的总经理 然而正当她升高发财的这一刻起啊 刘兰雄那边却被另一朵花 吸引了过去 这个女人是谁呢 她就是19岁的吕丽君 当时她参加港姐竞选 没想到却名落孙山 与港姐失职交臂 重新规划了一下人生方向的她 飞往英国修读硕士 没有课的时候 吕丽君就会跑到LV专卖店 做兼职售货员 当时正好碰到刘兰雄来到这里 给王以宇买包包 结果呢 再跟这位冰雪聪明的售货员呢 一番沟通之后啊 吕丽君售货员的身份呢 就在一夜之间改变了 第二天 她就变成了集团董事 兼大流的新女友 王以宇听到消息之后呢 自然是先有不甘的 于是向吕丽君发起了几轮挑战 结果交战了几次之后 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反而失去了大流的欢心 为其打入冷宫 彼时28岁的李嘉欣 也开始了新的打算 眼看着刘兰雄的口味 越来越难以捉摸 还将目光呢 也投向了别处 跟小自己5岁的男模 陈平智享受了一段 虽然短暂 但是甜蜜的恋爱时光 时光仍然 2003年的时候 刘兰雄的前妻保永勤 跟癌症抗争的11年之后 终于不抵病魔的清洗 与世长辞 而此时的刘兰雄也已经是50岁的天命之年 虽然年事已高 但是宝刀不老 在跟吕立军同心合力的公余下呢 两于造人计划成功 顺利场下千金之女 闪而于螳螂不缠 黄穴在后 大流身边美女如云 她在搜寻内物的同时 也未必不是她人眼中的目标 此时此刻呢 逾季出身的甘比亚 已经在华人之夜站了脚跟 两年的从业经验 想必已经把刘老板的好饿 琢磨得差不多了 虽然年薪十多万的白领 在她那个阶层的同龄人当中 也算是收入颇丰了 然而这个野心勃勃的女子 怎么甘心 只当尺中之物呢 于是她将目光锁定在了 大老板刘兰雄的身上 刚安身完宝宝的领域金呢 原本以母瓶子贵本 坐掉于台了 却没想到一场正宫夺位大战 即将在大流帝国上任 2008年38岁的李嘉欣 辗转于几个豪门后 终于得偿所愿 调到了一个大大的金闺序 嫁给了传王家的 第三代掌门人许静恒 听完李嘉欣结婚的消息 香港所有豪门太太 多年来玄之的心 也终于落地了 而李嘉欣的前男友 五十七座的刘兰雄 在送去祝福的同时 她的新任情人甘比 也为她洗贴千金 不得不说 甘比的情招确定 是大流所有情人当中 手段最高免的一位 在她产房生子的时候 她居然能坐到 惊动刘老太君 甚至去探望她 想必背后呢 也使了不少的怀柔手段 而此时李立尊才突然发现 自己一直以来以正式 至尊城湖的位置 火将不保 自乱寻找的她 居然用了最蠢的一招 她往甘比身上泼脏水 对外城湖 在不知道 谁是孩子父亲的前提下 我跟老公刘兰雄 会尽己所能 帮助她摆平一切 这段声明已经发出 全港化人 不知内情的人呢 还以为大流脑袋上 草原一片绿油油呢 李立尊的这招 缓人清白 不仅没有奏效 反而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刘兰雄怒对她没长脑子 而且永远不会原谅她 反观甘比的反应 她并没有跟李立尊去撕破脸 而是则冷默默隐忍 这种忍辱负重的乖巧模样 让大流对她更加宠爱有加 2006年 刘兰雄对外发表声明 声称自己已经于2014年 跟李立军断绝一切关系 两个人除了是孩子的 共同父母以外 以后不会再有任何瓜葛 发表这则声明之后的第三天 刘兰雄就跟36岁的 甘比登记结婚了 至此 这场旷日持久的 刘氏生公愿妇大战 就此宣告结束 而在此之后呢 刘兰雄的身体是每况愈下 换了近三个月 做了幻肾手术 她本人也感慨不已 后悔年轻的时候太贪玩 把身体搞坏了 回顾刘兰雄的情史 最令人唏嘘的 还是蔡少芬 自古红颜多薄命 若不是因为母亲贪赌 或许她也不会 走了一段弯路吧